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各位好 我是主播亚男 今天来分享这篇叫 干净是一个人最好的教养 齐赫夫曾说 人的一切都应该是干净的 无论是面孔 衣裳 还是心灵 思想 人活一世 不求大富大贵 只求清清白白 干干净净 干净是一种良好的生活态度 也是一个人最好的教养 外表干净 是最好的印象 杨兰说 没有人有义务 透过你邋遢外表 去发现你优秀的内在 以貌取人固然不对 可我们每一个人 都免不了从外表 开始认识他人 外表虽然不能决定一切 却是人与人之间 最为重要的第一印象 即使你的内在再丰富 掩盖在邋遢的外表之下 也足够让人望而却步 在合适的场合 保持得体的着装 时刻注意个人卫生 保持干净整洁 是最基本的修养 宋庆龄会见来宾时 总是身着一袭 素雅的旗袍 挽着中国传统的发迹 没有过多的织粉和珠宝 却显得格外端庄大方 干净的外表 给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 而数十年如一日的干净优雅 不仅打动了国人 更向外界展示了 中国女性的魅力 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曾写道 她打扮得很是整洁 秀美的脸庞宛如浮雕像 不必强求精致 但不能不干净 不必刻意优雅 但不能不得体 不炫耀不夸张 有自己的品味就很好 言语干净是最好的善良 曾广贤文有言 良言一句三度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有时候看似漫不惊心的一句话 轻则扫了别人的信 重则伤了别人的心 口无遮懒的人 自身修养不会太高 智慧逞一时口学之快 把心之口快当借口 把折辱他人当自豪 与人为善 是做人的底线 好好说话 是发自内心的善良 俗话说得好 山中有植树 世上无植人 歹毒的人 满脑子邪恶的念头 必然口吐吉利 善良的人 内心干净无杂念 自然口吐玫瑰 钱中书晚年住院 请了乡下保姆料理生活 他离世后 保姆回忆道 钱先生每次跟我说话 极客气 十分尊重 生怕刺伤我 真正有教养的人 说话一定会考虑 别人的感受 这样的人 内心温柔而坚定 言语从容且干净 他们知道 给别人留一份尊重 也是给自己 留一份体面 圈子干净 是最好的自律 荀子曰 蓬生麻中 不服自植 白沙在孽 与植俱黑 蓬草长在麻地里 不用扶持 也能挺立住 白沙混进了黑土里 就会变得和土一样黑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生活当中也很常见 同一个圈子里的人 水平总是会 互相影响 与凤凰齐飞 必非烦鸟 与骏马同行 定是奇迹 朋友不必太多 友谊就行 圈子不必太大 干净就好 曾国藩论交友 总结出九不交 志向不同者不交 额与奉承者不交 恩怨不分者不交 不孝不惕者不交 落井下石者不交 贪小便宜者不交 忘恩负义者不交 品行低下者不交 迂腐刻板者不交 别再消耗自己 摆脱那些损友恶友 舍弃那些无用的社交 打扫干净自己的圈子 去迎接更好的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